政府提出發展北部都匯區 需要在新界總共大約1,600公頃的棕地中 收回六成棕地做規劃 發展高密度房屋和其他用途 發展局局長林漢豪星期日說 過去幾年已經先後為發展項目 收回和清理大約30公頃棕地 涉及大約400個經營者 當局說自2019年起 已經協助超過20個經營者取得規劃許可 包括物流、汽車維修、製木廠、建造業等 地政總署亦已經批出17個 在千字土地上興建構棕物的豁免書 並在過去兩年先後批出8幅 大約1萬8千平方米的用地 供受影響作業者租用和重置 當局說今年起會陸續為首批5幅 位於洪水橋和元朗的土地進行照標 並預計2026年將進一步收回200公頃棕地 但是經計算之後 那個數字實際只是佔發展區內的24棕地面積 有關招標也沒有提及時間表 至於那30公頃已經收回的棕地 也只是佔整個發展區的3%面積 有環保團體說 北部都會區部分新發展區已經公布超過10年 當局一直以歸速收地和執法 令區內違規非法開墾棕地 正增長超過回收進度 機構早前公布按年增加38公頃的違法棕地 相信只是冰山一角 現時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他又說如果當局善用現有棕地做房屋發展 根本不使用破壞環境方式在郊爾周田海 不僅嚴重影響海洋生態 也猶如賭錢落海 多望結者李成德報道